张家昨夜又有人疯了 这次是张园外的侍妾 在和园外行房市的时候 突然发疯 我到的时候 那个可怜女人 正刺起牙弓着身子 呈野兽姿态 地上死了好几个人 是怨鬼 附在她身上的是 怨气凝结成的怨鬼 周围是拿着尖毛的下人 嘻嘻疏疏几个 不敢上前 你们这些杂碎都干什么吃的 一个女人都杀不了 说话的人是张公子 也是张园外唯一的嫡子 正远远站在一边 破口大骂那些下人 张公子且慢 他被挟碎 话没说完就有人刺向了那个女人 反而被野鬼捅穿了腹部 我来迟了 那个人本来可以活着的 天地清明 万物安宁 以伏为平 以血为瘾 镇魂于此 速速安心 在鬼物被震魂符定住后 我拿出了收魂瓶 将它收了进去 倒长好神通 赶紧把那个爱眼玩意 抬出去扔了 看得人心烦 那个可怜女人 被抬出去的时候 从我身边经过 从我身边经过 他身上为着寸缕 心伤 旧伤 交叠起来 斑斑 勃勃 甚是恐怖 且慢 我拦住了那几个家丁 看向张公子 惨遭横祸之人 还需入土为安 既是权了他人 也能为张家积德 张公子连声应贺 所以吩咐下人 给那姑娘买了棺材 又拆人去找出粮地 一个贱蹄子 死了也不叫人安稳 他自以为声音很小 可是修道之人 本就听力灵敏 道长可要好好 为我们做做法 我们张家一向乐善好施 家父更是远近闻名的好人 我微微点头 我自是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邪物 承恶杨善本 也是捉鬼人的职责所在 张家宅邸位置极好 每一处花草的摆放 都极为讲究 按理说 应该是一处 养人的风水宝地 可是却接连发生事故 院落内甚至存在 成团的怨气 甚至出现怨鬼 看来张家可并不像张公子所说 乐善好施的好人一家 又怎会有冤死之人 若是没看错的话 那惨死女子身上分明是鞭痕 一个在男女之事上 极尽凶残的恶人 却又是个乐善好施的好人 世间可没有这样的道理 心中有道 神通自然 我咬破手指 以血为墨 画好几张符纸 递给张公子 这是安神符 睡前置于枕头下 可保佑你睡梦安稳 我瞧张公子面色憔悴 眼下更是一片乌青 想必这几日夜夜 噩梦缠身 毕竟上一个死的人 是他的贴身小丝 在他面前活活掐死了自己 果然 第二日的张公子 神清气爽 连声夸赞我的福禄 乃是灵宝 福禄当然是灵宝 我师从茅山道长 捉鬼驱邪 自是不在话下 可是张家人却不知道 他们请来的捉鬼师 还有另一层身份 天生鬼胎 是招魂巨邪的恶煞 天生鬼物命格孤煞 我出生时 就克死了我的父母 是我兄长据礼力争 从族长手里 抢回了还是婴儿的我 改变了我被烧死的命运 族长见说服不了兄长 只得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不把我交给他 就让兄长带着我滚出村子 兄长没松口 就这样带着我离开了 尽管那时他也只是个孩子 兄长天资聪慧 自小跟着父母行医救人 认识上万种草药 就连晦涩难懂的医书 也不在话下 父母去世后 他便带着我四处行医 治好了数不清的人 小小的医馆内 堆满了病人感谢的礼物 可是天生鬼胎本性凶恶 就连邪里都带着毒素 六岁时 我曾差点杀了来看望兄长的病人 只因我失手划破胳膊后 血溅到了他的身上 尽管兄长再三解释 我并不是有意害人 可是医馆瞬间减少的人流 彰显了大家的态度 周围的居民更是拒绝与我们同住 兄长没办法 带着我又搬了家 到了扬州 他将我送上了茅山 茅山倒树 天下文明 三万九千条台阶 他一步一磕头 背上还背着被捆起来的我 兄长以性命担保 我绝不会滥杀无辜 求道长收下了我 我还记得 兄长走时摸着我的头 阿挪 兄长知道你也很痛苦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本意 天灾虽无法抗拒 山念却能消弭灾难 可是我至纯至善的兄长 却没躲过灾难 反而因为他的善良 葬送了性命 那日是八月十五 是我和兄长 约好每年见面的日子 可我只等来了一封信 阿挪 兄长明日再来 现在有一位病人 原来是张园外的小女儿 快不行了 张家求兄长就他一命 因为兄长的医术 是城里最厉害的 救命药材还差一味灵身 可是医管没有 兄长秉承 医者人心的坚守 找了整整一天一夜 终于在山中 终于在山中寻到了药材 他争分夺秒 前去救他的病人 可天不遂人愿 张家小姐还是死了 兄长赶到的时候 他刚咽下最后一口气 因着死了至亲 张园外迁怒于兄长 竟怪都是他医术不精 才导致他的女儿惨死 喊了下人 将兄长毒打一顿后 在他尚未断气前 将他推入张小姐的棺木 活活训了葬 可怜我兄长 行医救人一辈子 死后竟得了个雍医的名声 我去寻兄长的时候 狂风呼啸 倾盆大雨 柳木棺材被铁钉钉死 周围贴满符纸 张家人甚至想 永久困住兄长的魂魄 我的兄长全身轻肿 脖耿手腕处 更是遍布勒痕 腹腔弥烂 临死前 显然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棺材内密密麻麻 全是用血血的字 阿挪 误杀人 他临死前 还在想着那些 害死他的人 背起兄长 我踩着泥泞的山路上茅山 就像又是他背着我一样 回山的路上 小鬼的声音 萦绕在我耳畔 想知道你兄长 怎么死的吗 被人凌辱 活活憋死 他行医救了那么多人 怎么救不了自己呢 我求道长救出兄长 被封死的魂魄 看着他离开了人间 挪尹平生唯有此愿 愿我兄长来是投个好人家 美满一生 再也没有我这样的妹妹 安置好兄长 我向道长辞行 挪尹最后的执念 还望道长成全 赤尔道长无奈看着我 到底还是准了 茅山是兄长带着我来的 如今走的时候 却只有我一人 我斩断了与茅山的因果 自此我所作之恶 皆是我一人的罪 张家是扬州最大的言商 及其丰厚的财力 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权力 这让张家在战乱时代 偏安易于 维持着片刻的安稳 不断有人向张家送礼 但无意不是貌美的男女 因此 府里养着形形色色的美人 有小鸟依人的 妩媚多姿的 也有强抢来的性恋之人 这些男女 多半是排解寂寞时的婉衣 张家父子根本不会 把他们当人看 直到又有人突然死亡 吓得张公子半夜 带着下人来敲我的门 道长 还醒着吗 又有人死了 道长 小厮生死历劫地拍门 我又怎么睡得着 披上外山出门 我才了解到事情的发展 原来是张公子 正在自己房间休息时 听见有人推开了门 他以为是小厮进来续香 叫对方接杯水来 一杯凉水浇在头上 他气急败坏大骂起来 结果 这时有人点燃了蜡烛 原来那才是小厮 那站在床边的人 又是谁 我走进张公子房间 一具男尸形状扭曲地 靠在床边 在即将对张公子动手的时候 他却动不了了 见状我微不可查地皱起眉头 张公子身上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小鬼伤不到他 我得弄清楚原因 小厮告诉我 那是张公子最喜欢的男宠 天地之间 阴阳相应 召唤之魂 速速来之 我点燃招魂符 将躯体里的邪碎拽了出来 是个清秀的姑娘 冤有头债有主 你不该杀她的 只怕你的往生路得难走些了 姑娘的脸迅速猙獰起来 血泪顺着眼睛流下 她无辜 她还不是仗着受张灵君的宠爱 欺负我们这些女子 要是下一世又沦落到这般地步 那我宁可不要投胎转世 我现在只想要张家父子死 张灵君就是张公子 听着他被灼烧的痛苦嘶吼 我还是抬手撤掉了扶纸 你的仇 我替你报 趁你手上杀戮不多 尽早离开人世吧 女子跪在我脚边 声音凄凉悲痛 大人 求求您了 我宁可不要那轮回 我也要杀了他们 我要亲手杀了张灵君 我到底还是答应了他 大师 那男鬼除掉了吗 自然 张公子的小厮过来问我 而张公子早就吓得躲到我房间去了 美其名曰 我的房间最安全 我跟着下人前往乱葬岗葬师 其实完全可以明天再去 毕竟夜晚的乱葬岗葬不准 会有其他什么东西 可是张公子又怎么会在意旁人的安危 尸体放在张家一晚上可是会吓到她的 几个吓人而已 出事就出事了 说是葬师 其实几个人扔下尸体就跑了 跑之前还询问了一下我 看我不需要他们之后 马不停蹄离开了 你的身体在哪 东南方向绿色衣服的 我跟随着女孩的指示 找到了一具刚刚腐败的尸体 裸露在外的皮肤上伤痕累累 我捡了一片女孩的衣角 装到了包里 好让她有个寄存的容器 煞时间好几个魂体飘到了我身边 求大人 我们也想和荣儿一样 亲手手刃张家人 有想离开的吗 没有鬼说话 那便一起吧 我将他们封进包里 引燃福禄 将所有鬼魂的身体 都摆到了特定位置 等仇报完了 就安葬你们 好让你们离开 回到张府 就瞧见了面色苍白的张公子 天生鬼物 本就煞气极重 他待在我房间里 肯定会吃不消的 道长能不能在府里再看看 我怕还有 我当然知道他怕什么 不过正好如我所愿 我得验证一个猜想 小丝在前面探路 我便跟在张公子后面 张府地形我不熟悉 而张公子也不敢一个人待着 手握紧匕首 我狠狠向张公子捅了过去 但是却有屏障拦住了我 果然 根本进不了他身 那屏障是气韵 极其强大的气韵 可是张公子命格并没有这样的运势 看来这张府还有高人坐镇 那我便无法直接对张家父子动手了 得先解决掉这该死的屏障 道长还有别的福祉吗 最近实在心里不安稳 我闻言将宁神符递给他 看来最近安神符不太管用了 物极必反 福祉也是如此 自己的心火不亮 反而靠这些福祉宁神忘火 即使得到片刻的安稳 也都是泡影 不过这与我何干呢 我就是要他彻底失去神识 沦为我的傀儡 张园外半生子嗣稀薄 唯有一子一女 如今连女儿也没了 而那唯一的独子显得尤为珍贵 张园外对他几乎是百依百顺 没有张公子得不到的 扬州最大的严商 可是他的父亲 不管什么物件 女人甚至是男人 就算倾尽整个扬州城的财力 张园外也要让儿子得偿所愿 此刻 张园外坐在大厅上端 笑吟吟开口 多亏了道长的福祉 近来感觉好多了 经过多日的修养 他早已恢复了精气神 我低下头喝水 张园外和愚蠢的张公子不一样 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园外谬赞了 我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 张园外又开始了一通天花乱坠的夸赞 到最后话风一转 语气拖得很长 在下有件事还想请道长帮忙 他说完走了过来 站定在我面前 我不在意挥了挥手 园外但说无妨 他摸了摸肚子 随即大声笑道 道长当真爽快 刚说完 一群下人端着成盘的金元宝走了进来 估计至少有几百两 我还没来得及惊讶出声 就听到张园外的话 小儿对道长一见钟情 在下特地在今天向道长询问这门亲时 他又摸了摸胡子 一副势在必得的神情 像是笃定 我看到这么多钱 一定会同意 这只是聘礼的一部分 日后道长进我张家门 还有我张家的各类田宅商铺 当然 我们是不会让道长一直当妾的 待小儿的未婚妻嫁进来后 可以将你抬为平妻 他说这话的时候 带着长辈的姿态 像是我已经嫁进了张家 是他张家的妇人 张公子倒真是欲望大得很啊 多谢园外公子的台爱 目前专心修道 我尚且不考虑婚嫁之事 园外的脸一下拉了下来 毕竟身居高位 又有谁敢搏他的面子 道长不再考虑了 毕竟我张家的门 也不是轻易就能进的 我婉拒了张园外 再三表明对张公子无男女情义 等找到府里的邪碎 就会自行离开 看着园外阴沉的脸 我还是离开了大厅 刚一出门 就听到了张园外和公子的争论声 爹 我就是想要那女人 她不仅好看 还是个道士 能保护我 别吵 这件事过段时间再说 爹 那等她放松警惕 我们就像困住那个女人那样 废了她的倒数 到时候 她还不是跪在我身下的一条狗 跟那郎中一样 没有我拿不下的人 郎中 原来我的兄长是被她凌辱的 我找到兄长时 她下半身血肉模糊 内脏都掉落在外面 为什么这样一个良善之人 却遭到如此伤害 我不明白 也不想明白 我闭上眼睛 死死压制住自己的杀意 我会亲手杀了你们 让你们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张公子的强取计划 只能搁浅了 他现在有更焦头烂额的事情 因为他父亲的一个侍妾怀孕了 张府上上下下 都尤其注重这件事 毕竟是张员外的老来子 而我被张员外邀请 保护这个孩子 若这胎是个女儿 定是不愁婚嫁 若是个男儿 这家产也自然有他的一部分 可是张公子毕竟是张员外拉扯大的 就算出生的是个男孩 也撼动不了张公子的地位 但是张公子自己不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他对那个侍妾出手了 一个小小侍妾 自然轮不到张公子亲自动手 有的是下人愿意做他手里的刀 他的侍女就是其中之一 毕竟侍成之后 可是有希望成为张公子的妾的 张员外并天后 不就成了府里的姨娘 半个主子和下人之间 他到底是做出了选择 每日一些药 掺进产妇的食物里 几人殷切希望能够滑胎 但是事情却不是他们预料的那样 胎儿很稳 眼见就要临盆了 临盆那日 产妇在屋内生产 张公子急得双手凝成麻花 原地打转 他想不通 滑胎药的剂量每日都在家中 为什么这个孩子 还是生了下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将所有掺了药的吃食 都掉包了 房间内乱糟糟的 有产妇的哭嚎 也有吻婆交集的指挥 一声婴儿的啼哭 打破了局面 孩子生了 吻婆将孩子抱了出来 面露喜色 冲着张员外喊 恭喜员外了 是个小公子 张员外还没看到 吻婆怀里的婴儿 就被冲到前面 取得张公子挡住了 他一把夺过婴儿 双手死死掐住小孩的脖子 嘴里念念有词 邪碎 这东西是邪碎化成的 孩子被他狠狠摔了下去 若不是我御服接住 只怕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尤其是张员外 还没从喜得林儿的欢乐中 拖出身来 眼见张公子又要冲进房内 被张员外拦了下来 逆子 你在做什么 一个巴掌狠狠挥了过去 张公子捂着脸 震惊地看着员外 爹 你打我 你为了妖孽打我 爹 你知不知道 屋里的女人 和这个小东西都是邪碎 张公子抱住他爹的腿 慌乱地指向屋内的产妇 可是产妇听到外面的吵闹 早就大出血 这会儿已经断了气 邪碎 哪里有邪碎 道长都没看见 只有你能看到 孩子还没生出来的时候 你对他动手也就罢了 如今都生下来了 你却造孽啊 逆子 原来张园外早就知道公子对孩子动手了 那可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道长 我家小儿这事 公子最近可能忧思过重 产生了幻觉 最好好好休养一阵 张园外不顾儿子的哭嚎 强行将他拖了下去 你们好好看住公子 让公子多休息一阵子 随即摆了摆手 让下人带走了差点没命的孩子 和已经去世的母亲 不愧是张园外唯一的儿子 就算想摔死他刚出生的孩子 也不会下手惩罚 张公子今日的所作所为 一部分原因是长期使用我的血化的福祉 另一部分便是他自己心中存在的恶念 天生鬼物的血 会逐渐放大人心中的恶念 可是没想到张公子对胎儿的恶意如此之大 竟想要直接摔死他 婴儿出生后可是活生生的人 但是张家人连人命都无所谓 更何况一个刚出生的婴孩呢 兄长说的不对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良善之人 所以对待有些人不必心软 就像张园外 只怕他从心到肝泉都黑透了 既然他让我兄长给他女儿殉葬 那我可得礼尚往来 但在此之前 我得想办法让他们父子离心 看他们自相残杀 不是更有趣吗 收拾掉了一片狼藉 园外刚刚坐下时 有小丝冲进来禀报 园外 夫人回来了 张夫人嫁给园外 已经两年有余 常年在郊外的庄子里礼佛 还没见到张夫人 我就知道 她就是张家那个气运最强的人 周围的紫气已经浓郁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 紫微地星 张家可真是找了一个极好的庇佑人 难怪这几年张家做事不计后果 我倒是小瞧了张家 竟还有如此人物坐镇 若是这人是被迫留在张家的 那一切都好解决 若是自愿 那我就得想想其他法子了 张夫人沉睡影指着一席青衫 为师粉带 却难掩滋容 你怎么回来了 园外喜得贵子 作为孩子的嫡母 自然是要回来看看的 她说话慢条丝理 像是书香门第教养出来的闺女 一举一动 都是大家祖母的气质 看向张园外的神情 也是温和平静的 但是张园外 看向她的眼神 可不像是对待妻子 反而带了些洋洋自得 看来这夫妇俩之间 必有隐情 突然间 我的眼睛对上了 她平淡无波的目光 我便知道这个女子不一般 眼里满是野心勃勃的欲望 这位是张夫人看向了我 府里不太安稳 我请来的毛山高人 我向张夫人微微点头 随即看向张园外 在下不打扰二位 先行离开了 道长慢走 我经过张夫人身边 看着她的眸光微微变身 张公子的疯病 越来越严重了 如今已是满嘴胡话 甚至有时候 都认不得张园外了 园外心急如焚 府上来的大夫越来越多 可却没有人能治好张公子 因为那并不是疯病 而是宁神符损伤了她的神石 再加上我的血 长期使用福禄 她会慢慢丧失神志 直到变成我听话的傀儡 偶尔我会去看看张公子 也只有和我待的时间里 她看不见任何奇怪的东西 这时的她才像一个正常人 我看着她越来越依赖我 甚至到了我一离开她 就会大喊大叫的地步 看着如今的张公子 我知道时机到了 果然那日 我向张园外辞别的时候 被她拦了下来 她一见到我就跪了下来 声音哀晚 道长 老夫恳请道长 舅舅我儿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连忙扶起张园外 张家目前也没有要挟作祟了 自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大夫都束手无策的事情 我一个普通道士 又有什么办法 他像是难以启齿 但随即又狠了心开口 小儿如今心悦道长 只要道长能嫁给我儿 张家宅邸半数都是道长的 老夫也能保证 我儿只有您一个正妻 若是您不喜欢 府里的女人都会打发走 心里冷笑了声 如今的好言好语 可和之前的威胁恐吓不一样 我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 看着张园外 这在下要好好考虑考虑 张园外听到这话 眼里有光滑过 我当然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 自然是等他儿子恢复正常 就立马翻脸 谢莫杀驴可是张家人的天赋能力 不过那时候的你 也没能力那样做了 在张园外的再三劝说下 我还是决定继续住在张府 每日早晨 张园外都会来劝说我 事不过三 他来第四次的时候 我答应了 条件就是 我需要一个豪华的婚礼 而这场婚礼 将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这点钱 对于张家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看着他欣喜的神色 我缓缓勾了勾唇角 你对待儿子如此上心 可若是儿子不领情呢 最后的美好时刻 园外慢慢享受吧 张公子的病慢慢好了起来 园外看到也高兴 他一高兴 就想起了他的另一个儿子 那个差点被张公子摔死的孩子 恰好 这日张园外和夫人带着孩子散步时 碰上了我和张公子 园外 这孩子可生得真水灵 那是自然 也不看看是谁的种 可能是园外逗弄了孩子 小孩发出清澈的笑声 三人其乐融融 像极了美好的一家三口 我曾向张夫人传递信息 今天会和张公子经过这条路 果然 他没有让我失望 身边传来一声嘎嘣 是张公子握紧拳头的骨头碰撞声 紧接着身边人大不留心 走到了三人面前 我只能装作拦不住他的样子 抱歉地看向张园外夫妇 因而在张公子过来的瞬间提哭起来 园外瞬间僵住了 毕竟孩子这么久 基本没哭过 父亲好雅兴 还陪着这个小孽种 倒是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园外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出口便是斥责 这是你弟弟 你最近不发病了 张公子不明白 为什么有了这个孩子后 父亲对他的态度180度转弯 如今一见面就是这些话 清醒点了吗 风病好点了吗 巨大的落差 促使他说出了一些更恶毒的话 这小杂种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您还这么宠爱他 小心养出一个白眼狼 有那经历 还不如多关心您唯一的儿子 听到这话的张园外 顺时就怒了 他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儿子 说这种话 这不仅是往他头顶扣绿帽子 更是挑战他的权威 混账 你给我滚 看来你的风病还没好 给我滚回房间去 张公子灰溜溜地走了 但是我知道他并不甘心 一个曾经享受过独一无二宠爱的人 怎么会接受被分出来的爱 所以他不甘心 强烈的不甘心 会促使他做出更加错误的事情 果然 他的行为一点也没让我失望 试婚服那日 是张夫人带着礼服过来的 你来了 我在等你 我坐在桌边 笑着看向他 院落里的下人 早被我遣散了 现在外面没有人 他将成亲礼服放在桌边 坐在了旁边的凳子上 你为什么会帮我 他的眸光锐利 死死盯着我 第一次见面 我曾轻声在他耳边说过 我会帮你 我拿出了兄长的书信 一字一句 因为张家人 害死了我唯一的亲人 况且你不是已经相信我了吗 让园外和孩子 一起出现在了 我们的必经之路上 他们的父子矛盾 说来还有你的一份功劳 他敏唇一笑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的很多 比如温和的张夫人 却想知自己的丈夫于死地 再比如张家的繁荣 都是靠夺取他人气运来维持的 他眼神变深 唇边浮现出微笑 那你想要我做什么 来到张府的这些日子 我几乎转变了脚脚落落 除了一个地方 张家祠堂 我尝试过直接闯进去 可是不行 得用钥匙 整个张府的摆设物件 构成了一个大型阵法 摄取一人气运 以维持张府的荣华富贵 我之所以不能直接对张家父子动手 就是因为张夫人强大的气运 保护着他们 而那些气运都是用斜术掠夺来的 我要张家祠堂的钥匙 只要毁了祠堂里的祖谱 你就能彻底摆脱张家 离开这个地方 那些维持张家繁荣的气运 皆是从张夫人身上掠夺的 而维持正法的媒介 就是那本族谱 他叹了口气 我尽量取得钥匙 我还有一个要求 我要张家父子不得好死 我问他 仅仅是因为他们夺走了他的气运 将他困在了张府吗 他摇摇头 紧接着讲了一个故事 张夫人说 张家人让他的父亲交狼习字 导致他被狼活活咬死 以父亲为局 他们将他骗尽了张家 而一切的源头 都是因为那该死的天生奉命 能保他张家繁荣不灭 被强行困到张家后 我尝试过杀了张家父子在自杀 可是根本动不了手 于是我搬到了郊外 寻找破解的方法 可是从来都找不到 他转头看向我 唇边泛起微笑 不过现在我们有破解之法了 我也不必等那么久了 我肯定了他的猜测 我跟张灵君成亲的前一日 你把钥匙带给我 两个同样悲催的女人 在此刻结为盟友 为了共同的目标 我没有告诉他 他并非天生奉命 而是帝王命格 因为对他来说 不论是什么 都是他曾经痛苦的根源 现在的他和我一样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毁了张家报仇 在我答应嫁给张公子后 张园外立马决定好了成婚的日子 因为我没有父母 便免去了提亲等步骤 时间定在下月十五 正好是中秋节 八月十五又快到了 我的兄长已经快一岁了吧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每天都陪着张公子 和他一起用餐聊天 看着逐渐恢复清明的儿子 张园外洗上眉梢 亲自着手准备婚礼的事宜 而张家的掌事大权 就到了张夫人手里 张公子近日愈发沉稳了 也没了之前的浮躁模样 见了张园外 也不会再说那些话 张园外一个劲地感谢我 成堆的金银珍宝 送到了我房里 竹桃对我儿的帮助很大 凌军现在的清明模样 全靠你呀 竹桃只是我的画名 他们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他们只需知道 我就是那个送他们归西的人 我谦虚地笑笑 对园外送来的礼物 照单全收 他哪里知道 现在张公子的模样 只不过是我用巨魂符贴出来的 他想要什么儿子 听话的 谦虚的 或者是温和有礼的 我都能贴出来 而且我的命格孤煞 煞气极重 本就容易客死身边人 如今的张公子 也只是空有一层光鲜亮丽的外表 内里已时日无多了 但那又与我何干 他本就是将死之人 布了张结界 防止外人听到什么不该听的 我将张公子叫了过来 张灵君 你知道你爹现在最在乎谁吗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恶狠狠地说道 当然是他那个小儿子了 他现在已经完全放弃我了 你说 我应该怎么办 我又怎么知道 明明园外之前 可是最疼爱公子了 他抱头蹲在墙角 反反复复地念叨 是啊 我爹之前明明是最宠我的 说着他眼睛一亮 像是想到了什么 只要那个小东西不在了 我爹就只剩我一个儿子了 对 只要让那个小鬼消失 一切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看着他心智冲冲 一遍又一遍念叨着那些话 这样就很好 我等着看父子相残的好戏呢 张公子确定了思路后 第二天晚上就行动了 他悄悄走进了那个孩子的房间 狠狠一刀刺了下去 可是响起的声音 却不是婴儿的 而是中年男人的惨叫 等张夫人点亮了灯 才发现园外躺在床上 周围一滩血 哎呀 逆子 园外捂着伤口 血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张公子脸色苍白一片 爹 我不是 我以为这是那个小杂种 园外伸出的手指不住颤抖 混账 你就非容不下你弟弟吗 爹 我只是想 够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房间 婚礼结束后再出来吧 园外命令下人将张公子撵了出来 等我过来的时候 他还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张公子一次次错误的方式 得到的并不是父亲的重新关爱 而是失望 等他发现了父亲的失望 那不甘心 便会转化成强烈的恨意 此时 他正一个人喃喃自语 爹 我错了吗 我本意明明不是那样的 我强迫他抬起头来 直直看着他的眼睛 你没错 你只是想要你爹的关心而已 可是你爹竟然误解了你 他呆愣了几秒 随即反应过来 对 我没错 我只是想要 我爹只关心我一个而已 不是我的错 都是我爹的错 他竟然眼里只有 那个小杂种 既然这样 那就杀了他 他目光灼灼看向我 对 要杀了我爹 很好 我拍了拍他的脑袋 那今晚的惩罚环节 就恢复正常时间吧 所谓惩罚环节 是我将那些乱葬岗的灵魂放出来 让他们掀出一口气 鬼魂的攻击不在肉体 而是直接撕咬灵魂 是心之痛大抵不过如此 可是这远远比不上 那些曾经被残忍杀害的人所受的痛苦 我的兄长被他杀害时 可比这疼多了 看着他对张园外的恨意与日俱增 我心里痛快极了 张园外 我为你准备的大礼 就是由你最疼爱的儿子 亲手杀了你 你一定会喜欢的吧 张夫人告诉我 张家的实际权力 已经基本在他手里了 而成亲的日子 眼看就要到了 我拿到了祠堂的钥匙 婚礼前一天 府上所有人都在急急忙忙 准备事宜 而张园外 几乎请了城里 极有名望的大人物 夜晚 所有人满怀 对明天的期待入睡时 我悄悄潜入了张家祠堂 祠堂很黑 我点了张火福 面对门的墙上 密密麻麻放满了牌位 而祖谱就在牌位下的祭桌上 我伸手去触碰 却被狠狠刺痛了手 顺时有两道黑影 朝我的胳膊袭来 是小鬼 张家人竟然养小鬼 触碰到我的瞬间 他们松开了手 是天生鬼物 大捕 其中一只鬼开口 另一只直冲我面门而来 天地清明 万物安宁 以福为平 以香为瘾 震魂于此 速速安心 我划破手掌 混诸杀会福 两只小鬼道横很浅 碰到符的刹那 就化成了黑烟 祠堂里还有阵法 但是没关系 邪道锁不下的阵法 只需要一张破障符而已 我引燃火功福 看着他一点点烧完族谱 走出祠堂后 火慢慢变大 一点点吞没了屋子 看着跳跃的火苗 我又想起了兄长 兄长 你看到了吗 那是罪孽燃烧的火焰 不过马上 张家这座大型牢笼 就要消失了 着火了 祠堂着火了 听到这声 我缓缓从屋里走了出来 所有下人都冲出来救火 但火势依然不减 亮堂的火焰 像是要点亮整个黑夜 火光的照耀下 我看见了张园外 极其惨白的脸 完了 张家这下完了 彻底完了 因着火势极大 没人注意到 瘫在地上的张园外 就任由他坐在地上 可是很巧 我注意到了 想看一个人的痛苦 当然不是 直接给他致命一击 而是得先给他 一个小小的希望 等他死死抱住 这棵救命稻草时 再让他发现 这只是更深陷阱的诱饵 那时他的表情 该有多么有趣 我很期待你的表现 张园外 园外这是怎么了 怎么没人扶园外起来 我装作着急的样子 将他扶起来 又贴心地替他披上外衣 一个祠堂而已 祖宗的牌位 来日再做一个 要是园外着凉了 可就不好了 我看着他即将失控骂人 但看见是我 硬生生将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但是眼神又瞬间 由暗转亮 既然是毛山道士 气运自然也不差 也能庇佑我张家 只要邻居马上娶了他 我们张家还有旧 他嘴里叙叙叨叨 眼神逐渐变得坚定 对 一定不能让明天的婚礼 出差错 明明听到了他说的所有话 但我还是要装出一副 没听到的样子 园外您说什么 我诧异地看向他 是在跟我讲话吗 他猛地恢复了清醒 满脸笑容地 看着我说话 竹头快去休息吧 明日的婚礼要紧 那祠堂 你不用管 你和邻居的大事重要 至于祠堂的话等 婚礼结束了在修缮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俨然一副慈腹做拍 明日过后 可就不能继续叫园外了 我羞涩地笑笑 听从他的话回房休息 是不会再叫了 因为你马上就不是园外了 至于祠堂的火何时扑灭 那都与我无关了 一想到明日的场景 我兴奋地几乎要站立起来 为准备这场婚礼 张家花了几十万两银子 吃的是皇帝才能享用的贡米 喝得更是从狱外运进来的葡萄酒 就连金丝燕窝这样珍贵的菜肴 都是宴帝最次等的 张员外应酬于各个大人物之间 张灵君就跟在他后面 一言一行 都是极标准的君子做派 天漫漫暗了下来 黄昏时刻即将到来 即时已到 新人拜堂 在侍女的搀扶下 我走进了礼堂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赞礼者的唱词刚刚落音 张灵君就冲到了张员外面前 他手里握着柄匕首 狠狠刺进了张员外的胸口 爹 你该死 你怎么能除了我 还有别的儿子 员外嘴角的微笑还没消失 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傻了眼 此时的他 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刀子又拔出来 狠狠插进去 只能听见张灵君嘴里嘟囔着 死老头 敢不要我 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 既然如此 那就去死吧 张员外的嘴张张合合 只能挤出几个字 他不明白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这样对自己 混 账 随即便昏死了过去 但是 我是不会让他 就这么轻易死去的 这样太便宜他了 张灵君见张员外昏了过去 随即抱头大声尖叫道 我杀人了 我杀了我爹 他连刀子都没拿出来 死命躲到了桌子底下 而我只需要扮演一个早就被吓傻的小媳妇形象 底下的宾客早就乱成一团 不少人已经着急跑走了 毕竟谁也没见过这样的侍妇场面 张夫人在此刻站了出来 声音铿锵有力 让各位见笑了 大公子患风症很久了 没料到今天又发病了 竟然敢 敢 他说不下去了 眼面痛哭起来 俨然一副丧夫的小白花模样 众人又开始安慰他 纷纷向他表明了惋惜之意 紧接着全部都离开了 下人们都不见了 如今偌大的院落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以及一个疯了的和一个半死不活的 我摘掉了头上的饰品 又扯下身上繁重的礼服 果然还是自己的衣服最舒适 我看向张夫人 她的眼里闪过光亮 他们父子都交给你了 而我要处理好其他事情 我硬了声 放出鬼魂 让他们把这两人抬进屋里 今夜的月亮很圆 星星一闪一闪 算算日子 我的兄长定是已经一岁了 十五夜 团圆日 去年兄长没来看我 今年也没有 私人已逝 而我再也没有亲人了 张园外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婚礼几日以后了 她脸色看起来极其苍白 整个人受骨临寻 像是连续做了好几日的噩梦 竹桃 我这是怎么了 凌军呢 他尝试站起来 却发现手脚都无法动弹 又转头 冲我加大了声音 竹桃 这是怎么回事 见我没动作 脏话不间断地从他嘴里冒出来 我走了过去 将园外放在了特制的轮椅上 您的腿大夫说的些时日才能恢复 至于凌军 凌军捅了您之后就自杀了 我说完 便痛哭起来 毕竟死的人可是我的丈夫 张园外沉默了 随后发出一声叹息 也好 那孩子疯了 这也算是一个好结局了 不然害人也害己 那小宝呢 他在哪 我在心里冷笑 张园外可真是冷血 不过倒也是 他还有另一个儿子 大儿子养肺了 还有个小儿子接着养 在他的强制要求下 我将小宝带到了他身边 接下来的几天内 他几乎与小宝同吃同睡 没有一刻钟分开 张家的事也不管了 全交给了张夫人 我突然有些想看到 要是这个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张园外又会怎样 会不会直接崩溃到死掉 园外的气色越来越差 更别说腿走路了 如今的胳膊也不灵敏了 那日我照常为张园外补菜 却听见他皱着眉头质问 今天的肉怎么那么奇怪 在哪家买的 都酸了 是张图护家的 我走了过去 将张园外的轮椅向外推 园外每天饭后都会晒太阳 说是促进恢复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却没有停下来 一直推到了厨房门口 来这儿干什么 园外疑惑地看着我 带您来看看 您说的那放坏的肉 我打开了门 张园外看清里面的东西 后立刻尖叫了起来 那是一只半人半猪 长着人的脑袋 却有猪的四肢 而腹腔外面更是空的 那个人头赫然就是张公子 园外记性也太不好了 连自己儿子的味道 都尝不出来了 我笑眯眯地看着张园外干呕 心里一阵痛快 张园外 你还记得吗 你曾经因为你女儿的死 迁怒一个郎中 那个郎中治病救了多少人 可是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 看他不以为然的神色 我就知道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你的家人死了 你很生气 让郎中训了活葬 我的家人死了 我也很生气 所以啊 公平起见 我把你的儿子 给张图户死去的种猪 配成了一对 可是太不般配了 我就把他也变成猪 这样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了 看着他的脸色极具变化 我继续说道 既然公子成了猪 那当然也能吃 所以我就给你做成了菜 明天可以继续吃 不怕不够吃 圆外 毒妇 你把我儿 话没说完又 继续干呕起来 我觉得有些恶心 将荣儿叫了出来 帮我推轮椅 圆外 你的好日子才开始 这就受不了了 张圆外的身体越来越差 如今只能躺在床上了 而我每天的乐趣 就是去刺激张圆外 直到那日 圆外终于发现了 小宝的不对劲 滚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推门进去 小宝刺着牙趴在地上 恶狠狠地看向张圆外 这个东西不是人 对不对 圆外双目睁大 死死盯着小宝 我大声笑着 圆外还没发现吗 这可是故人呀 给你一个提示 你曾经是见过他的 看着他不停挥舞的 手臂不动了 我就知道 他想起来了 猜得没错 小宝就是那只怨鬼 什么时候 他粗哑的嗓子 慢慢挤出了这几个字 在娘胎里就是了 你知道的 你儿子当时 可给产妇下了不少滑胎药 死去的产妇 又再三请求我 希望能将孩子生下 可是孩子早早 就被张公子害死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将怨鬼 给塞进肚子 代替那个死胎 看着他眼角划过泪珠 我竟控制不住想笑 你别忘了 当时两人之间选一个 你可是选的怨鬼 在被张灵君捅了一刀后 我曾入过他的梦 我问他 两个儿子只能有一个能活 他选哪个 他选择了小宝 也就是怨鬼 还记得吗 你选怨鬼的时候 你儿子看向你的目光 真可怜啊 父亲亲手放弃了他 亲手将他送进了猪圈 我在张园外的耳边 反复提起这些话 看着他崩溃的样子 我就十分舒心 再告诉你一个小惊喜 你儿子死前 可是被肿珠拱过的 他一直喊着爹 可是他爹又不在那里 我要杀了你 毒妇他发了疯的嘶吼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可惜我就是喜欢他 这副样子 突然间暴怒下的张园外 发现了屋里的其他存在 立即进了声 是我从乱葬岗 带回来的那些亡魂 我觉得有些好笑 园外怎么不说话了 是见到你曾经的故人 太激动了吗 要不要让他们帮你回忆回忆 他双目圆睁 不断地摇头 你闭嘴 看来园外还不太清醒 你们都快过来 好帮帮园外 随即响起了杀猪般的嚎叫 当真是刺耳 我坐在凳子上 响起了兄长生前所遭遇的痛苦 对不起兄长 放过他们是不可能的 够了 别玩死了 园外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快要昏迷了一般 只需要一张雷符而已 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他百倍清醒 我拨开挡住眼睛的头发 继续对着他说 张家倾尽家产 向东南起义军捐了军粮 你猜有多少钱 至少四亿两白银 若是我没听错的话 您效忠的朝廷命官可就要来了 啊 一阵悲痛的嘶吼从他嗓子里传出来 你 你就是来祸害我们张家的 他说到最后 气若油丝 像是马上就要厌弃了一样 可是他可不能死得这么轻松 好了 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张元外归你们了 怎样都行 我无视了身后的痛苦嘶吼 出了房门 太阳真大 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 一个月后 朝廷的人到了 他们一脚踹开了张家的门 可是里面空无一人 甚至稍微值钱的东西都没了 我没骗张元外 陈遂迎早变卖了家里所有的资产 尽数捐给了东南起义军 而他已经加入起义军 势必推翻朝廷昏庸无道的统治 紫微地星 他是一定会到达那个至高无上位置的 我相信 他一定会是个明智的好皇帝 那些官兵搜罗了一番 什么都没发现 于是骂骂咧咧 竟然让我们白跑一趟 在找找 不然没法交差 有人推开了一间天梯的小屋 随即发出了惊惧的尖叫 里面的人是张元外 像他困住我兄长的魂魄那样 我也把他困在了躯体里 永远不能离开 他的下半身已经完全腐烂了 发出腥臭的刺激味道 而一颗头颅却鲜活如初 要是仔细看 还能看见圆外的眼球 在不断转动着 好恶心 那些闻声赶来的官兵 止不住地呕吐 他们哪里见过这等场面 把脑袋割了 带回去交差 手起刀落 张元外的头滚落在地上 那张嘴还止不住地叫骂 我跟随那些官兵回了都城 皇宫倒真是奢靡无度 那颗头被取出来的时候 眼睛还在滴溜溜地转 将皇帝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妖孽 旁边的下人文言 立刻向皇帝进言 传说中不死之头 只要将他的头骨做成酒杯 您用来饮酒 必能长生不死 我看着张元外 惊惧地瞪大了双眼 嘴大张大合 可是他现在说不了任何话 头颅被扔进了滚烫的热水里 上上下下起伏 园外被煮熟后捞了出来 一点点剃掉了熟肉 变成了一颗光洁的头骨 看到这我已经料到了他的结局 便换回了附在下人身上的荣儿 我带着那些死去的亡魂 回了乱葬岗 为他们每个人简单立了个杯 臣是荣儿 赵是秋月 王是泽川 有男有女 共二十七人 天地慈悲 万法普渡 无奉茅山祖师斥令 拜请三毛真君降临 以福为平 以血为瘾 超度于此 速速解脱 鬼门大开 亡魂离世 我的仇人 一个堕入了畜生道 永生永世 都是头任人宰割的畜生 另一个成了皇帝的酒杯 起义军功进来之后 被踩碎香进了大殿门前 白日被烈阳灼烧 夜晚又慢慢恢复 日日往复 永无尽头 兄长告诫 我要做一个良善之人 可是我好像没做到 而后面的漫漫长路 我需要赎尽我的罪孽 或许我还能遇到 我的小小兄长